2019南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最后一轮 中国南篮红队在客场挑战新西兰队 虽然阿卜杜拉姆爆砍23分12个篮板 但由于丁燕宇航以及周琦等主力缺阵 再加上长途飞行后的体能透支 最终中国南篮57比67目的新西兰队 7月1日2019南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最后一轮 中国南篮赛客场挑战新西兰 虽然阿卜杜拉姆爆砍23分12个篮板 但最终中国南篮仍旧以57比67不敌新西兰南篮 这一战中赵锐出场25分钟 12投仅3中得到8分4个篮板 两助攻一强断 他在3分线外3投全失 在罚球线上8罚仅2中 还出现了3次失误 比赛第四节关键时刻 中国队落后新西兰队赵锐两度突破篮下造成杀伤 而且获得了罚球良机 但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 赵锐的罚球突然失去了准心 他连续4次罚球 没能命中 错失了将分差缩小的机会 最终中国队以57比67 西败给新西兰南篮 在比赛前 姚明出席了在天空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是TV3373华人电视台的记者 我们今天是唯一一家中文电视 中国队跟新西兰队之前已经是交过手了 想问问你是怎么评价中国队的球员的表现 以及新西兰队球员的表现 并且呢对这个 他们即将进行的交锋 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测 谢谢 新西兰队有非常鲜明的色彩 非常鲜明的特点 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 我对他们的这个打球的风格 有很深的印象 非常强悍 非常强悍 我也希望明天的比赛可以为大家带来一场 明天为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 精彩的比赛 有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队呢现在都很年轻 都是很多年轻人 他们需要这样的比赛去熟悉国际赛场的气氛 提升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技术 能有机会和新西兰这样的比赛 我感到非常高兴 在中国队抵达奥克兰当天 中国南南国家队红队球员 和新西兰国家队TOPLEX球员一起 在天空塔举行了粉丝见面会 在随后的赛前训练中 中国国家队红队主教练李南 以及球员刘志轩接受了本台记者采访 我们因为上场跟韩国打 我们大概打了十个人 他们的水平就是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这拨这拨人 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队员 所以像这种稍微年轻一点的球队 就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一旦遇到特别不好 特别困难的时候 那我们需要一个领袖 现在这个领袖没在 那么昨天是上场比赛 打成这样的话 我们过来以后 做了一些女士养生的训练 然后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 条件就这样 大家都一样 那么长度飞行 我们打完第二天是 晚上七点从香港飞了 我们今天中午二点多 还没做到防线里去 然后就下午过来训练 明天有个赛 那么我觉得这种赛程是 所有球队都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能去面对 会处理的不错 状态吧 反正身体还是比较疲劳吧 但是还是要全力适应 因为不管什么困难准备 我们都要做好